歡迎大家收看議會內外 今晚我很高興我的嘉賓就是我的立法會同事 也是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Begina 多謝你 多謝你 幾年前你請我上你的節目 叫做葉劉博客 今天我請你來 不過這個簡陋很多 很感謝你 其實今晚我們可以談很多事情 不過首先談一下 我以前都跟你講過 女士從政 我呢 我是大姐 因為我九一年參選 不過其實你都不是 因為你是政務官 都是從政一種 但是你由政務官現在就轉去參選 你最近還好東西 下去灣仔幫民建聯助選 你是否從政從得很開心 現在 我挺好玩的 做議員 人工低一點 人工 狂低 狂低 說得比較好 你都知道 不過 狂言 等於一個高級政務官 人工 不是 SAOP 差不多 但是我們是首長新級表四十多 不是首長 那些不是首長 不是 那些叫做 MPS Master Pace Scale 高級公務員 Senior Professional 你講那麼多英文 我們的官員都懂得聽 我們那些術語 官員 即首長新級表之下的那些公務員 但是你都不是去到頂 政務高級政務官 等於一個高級政務官 那為甚麼你都肯制呢 significa人工 人工 partner 一定是狂低的 狂低 你忍住觀眾就罵我們 現在政府減ernamebreak sweetheart 你會減少 什麼 我 gosp Niin 你說你的狂低 以我們的職能和責任來說 假 brat嫌 都是人民選出來 怎麼τα brat嫌 貨 真假實 真的假 brat 都是選出來的 那些小冤氏 只いい胆 每人都幾萬票 你也知道政府高級政務官 進來拉票都沒有資格了 你說是不是 他們要求的就是一票 那些來拉票的狗仔隊都D1D2 進來的 都首席助理都D2 開門口的不說話的 那些開門口 在廁所門口拨那些 或者是 和我們不常行 都沒有發言權 起碼來拉票 其實來拉你的票你也知道 我沒有被人拉我的票 所以我不知道 就放棄了 那個對比不對 還有我們的責任也不少 要批錢 上星期五批多少錢 批了幾十億 很狠狠地 開位 全部政府要的東西 立法呢 這麼多政策討論 那你是不是現在才知道我們低得不緊 因為你以前做局長的時候 知不知道我們這麼慘 你都沒有 免得你啊 知道 但我沒有空你了 說真的 那時候我只顧著自己 我過節來拉票而已 所以你問我好不好玩 那個收穫就是人工低很多 但第一 有一票 輪到別人來拉我 第二就是言論自由多了 不用跟政府的口徑 那你不是只是因為這樣 總管員一定有一個口徑 Line to take 你也知道 官方口徑 我相信任何政府都是這樣 一定的 你不可以七嘴八舌 這個對的 但你不是只是因為這樣而參選 我想如果要重新回來服務 認真服務 現在今時今日是要民意授權 是嗎 是 我覺得是的 那其實不單止我們立法會議員要民意授權 政府當局更加需要民意授權 我完全同意的 那為什麼你不贊成2012雙普選 這個不切實際 你又同意 又不切實際 今天2017年不是差很遠 巡步漸進 巡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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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很大 只差幾年 我完全同意的 你同意 我同意 特首如果他走出來 有一二百萬票 他怎麼會這麼慘呢 現在我坐著看著 每次來都被人侮辱他 那些人包括你 好像你侮辱他最厲害 你好像跟他好過不去 沒有 那些人說 為什麼Regina罵得布拉不厲害 沒有 每次特首答問大會 我很有禮貌 基本的禮貌 我不會沒有 當然不會說髒話 我對他很有禮貌 因為既然舊同事兼舊上司 還有他作為特首的身份 我都覺得有基本禮貌 如果答問大會 我是很有禮貌 你說平時批評施政 我職責 你也是 大家都是批評的 當然是批評 因為我們反對黨 你又不是當自己是反對黨的 你好像說過你自己是保皇黨 有一次開會 和你做節目 有人放了我們這批做 你自己怎樣角色定型 我獨立 我真的是獨立思考 你昨天幫摩文建聯拉票 你又獨立嗎 我支持他的候選人 但是都是當自己是獨立 當然 市民怎樣去了解這些事情 你又支持民建聯 又說自己獨立 我們就說我們民主派 所以我們支持民主黨 或者其他民主黨派 我們就不會說自己獨立的 欽姐 我們那天不知怎樣說起保皇黨 事實就是 無論我多獨立 我都是入於親建制陣營 為什麼呢 那個分別就是 為什麼你要入於那個陣營 但是其實你知道我都很獨立 我批政府來批得很嚴重 所以我就不明白 你又說自己很獨立 我和你的分別是什麼 你為什麼無論你很獨立 都要入那個陣營 沒有人放你進去的 你自己走進去 我不會去和基本法反抬 事實就是這樣 基本法定下來的東西 你就跟 所以就叫自己做親建制 我覺得 我會認為自己是西方的政治學 Loyal Opposition 我不敢說你是Disloyal Opposition Loyal的意思 不是說如中那種 而是合乎憲制 就是在一個建制裏面爭取 他定了的東西就沒得商量了 不是 你有一個憲法的 是不是 你人大常委決定了 是最高權力機構 是一個現實來的 不是 我們現在都不是說 買軍火去推翻共產黨 我知道 當然 就是你定了一些東西 就算香港政府定了一些東西 我們都出來 我們覺得我們不同意 你都知道 人大常委是全國最高權力中心定了 就沒得商量了 其實你這樣 你怎麼和你的選民交代 人大常委定了就沒有了 都不是 我都有六萬多票 這些都在我的政綱 他們都接受的 總之印大常委就發力無邊 不是 我的政綱都寫出來 我沒有騙人的 都有人接受 但是人們有時候都很矛盾 為什麼一定是2012 不是一定的 其實我們是0708的 你不要搞錯 我一定是2012 我其實是0708的 我們被民建聯和自由黨害 你知道他那時候寫了黨綱 後來自己走出來改了 就變成自己都很無忍 可能我不是在香港了 我不知道這件事 他真的離譜了 不過 我覺得拿到全民普選特首和全部立法會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比過去百多年殖民地 我們其實已經是民主開放很多 如果做到2017 2020做到 已經是香港一個很大的演進 應該用這時間準備做到最好 不是說一定要爭最快 我想分別是這樣 Regina 現在你都怕明白 社會上有些人很憂慮 其實大家覺得最基本就是 如果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是不會有真的民主的 這個我都不同 你都不同 看法不同 因為這樣 所以他說2017或者2020的選舉 是不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他可能給你一人一票 但是你好像伊朗那樣 他的選舉 伊朗本來有幾百人去參選 全都篩出來 只有四個 但現在四個選出來都吵了 很亂 所以我們擔心2017或者2020的選舉 就是篩選過的 然後才交出來給你選 對我們來說 這個是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 你這裡提了很多點 我想逐點來我回應一下 我們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讓葉太再回應